對於昨天170萬有多的人 是用和理非的方法 在龐河大雨之中走出來 我最感動的就是真的做到和理非 因為你想一下 我們由6月一直去爭取五大訴求 到今天其實政府都沒有回應過 所以令到有一些年輕的抗爭者 就真的捱著 而警方也是把他的暴力升級 中共也是叫黑勢力出來幫他維穩 這令到香港人真的很生氣 我本來就有點擔心 就是怕不怕一些和理非的主流的香港民意 是有所變動呢 會不會他們是因為一些比較激烈的抗爭的手段 例如說在機場引起一些旅客的不滿 還有那個我叫他喬莊這個環球時報記者 還有那位在機場帶頭叫人去衝禁區 那個我覺得都是臥底來的了 我以為有少許擔心會不會有部分 一些和理非的香港人是因而卻步 是昨天不出來呢 但是我昨天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出來的人數是不會比6月16日 那二百萬人少的其實 不過民陣他們可能比較保守一點點 還有他的確是有些人是數不到的 因為昨天呢 就那個情況是 特別早的人呢 就已經是去到維園了 那因為我早就解釋給那些人聽 就算你是沒有遊行的不反對通知書 但是呢那個集會是有的嘛 可以合法地進行的嘛 因為有不反對通知書嘛 那但是你去維園 都是要有一段路程的啊 那如果真是很逼人 逼到我要走出馬路 才去到維園 那我不是遊行的 我是進入一個合法集會而已 那走的時候是一樣的 那你怎麼找路走的 如果走的時候 你天后站又封了 銅鑼灣站又封了 連灣仔站也進不了 那我怎麼辦呢 那我當然一直走走走到金鐘 看能不能入到 中文能不能入到 那所以 這個就是後來 叫做流水式的集會嘛 那為什麼那些人會早點進去呢 我想就是因為他擔心 真的怕太多人 那就不知道是不是要坐草地 那所以很多人 我一點鐘去到呢 已經是如冠入牆了 那所以這個情況是什麼呢 後來我們才發覺 我們終於逼了整三個小時 出到去接近這個崇哥百貨那裡 已經看到呢 在後面呢 對面那些馬路呢 已經有人呢 它真的議案是相反方向に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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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爬ищ 那我問一下那些人 原來擁有些人在北角開始來 有些在炮台山都有 那就說是走離維園 有些說在中環走離維園 有些就說是在中環走離維園 那 所以你想想 我們不是看到 那些相片呢 是真的全香港在銅鑼灣附近 全部都是人 天橋也是人 隧道也是人 港鐵站 馬路 全部都是人 我覺得香港人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 我們完全和理非那種爭取的方式 中共和特區政府是不理我們的訴求 不抽不采 不回應 所以對於一些勇武抗爭者 是越來越包容的 而且我想中共就不要低估了 就是現在科技那麼先進 因為香港不是西藏 不是新疆 你不可以封鎖消息 然後就關門打仔的 你想想 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 鏡頭還這麼漂亮 一舉起就可以實時做一個所謂Live的廣播 你想想機場那裏可能是因為大家識穿了 這個原來他說自己環球時報記者那個先生呢 原來呢 當時他是沒有去披露自己的記者身份的 他說自己是旅客嘛 被人拍到了 上了網 看到了 那這個事情呢 也都是因為這樣 我想香港人看到我們要提防臥底 我們要小心喬莊 那所以呢 也都是幫了一些勇武抗爭者呢 是沒有被人冤枉的 沒有那麼容易被人抹黑的運動 那所以整件事發展到現在呢 我希望中共看得很清楚了 香港人就真的做得到 是不切割 不篤灰 而且呢 是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 那如果這樣呢 就是說香港那個群眾的力量呢 是一個空前的大團結 在一個互相包容的情況之下 是大家去目標一致 是不忘初衷 爭取回我們基本法 中共承諾過的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50年不變嘛 那你不要在那裡搞我們的價值啦 我們的制度啦 是吧 香港如果最緊張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公義嘛 我們最緊張的是要安全嘛 如果你現在是大勢超的 那些這樣的元朗 在那用藤條 就是打人 那些這樣的惡殺 你抓了十幾個 然後呢 就告他是叫非法集結 跟著都沒有上法庭 是吧 我們那些年輕抗爭者呢 就不消三天呢 就已經由逮捕 去到呢 就告他們暴動啦 那這些是不公義嘛 那而我們當然不能夠接受香港 是到處可以被人打的啦 是吧 是用黑社會啊 用什麼惡殺啊 在那裏到處打人 這個是不安全的嘛 那所以 其實香港人 到了今天呢 其實已經很清楚跟中共說了 那 除非你真是想著 現在就軍管香港 你把香港呢 是打個稀巴爛 如果不是呢 麻煩你 真是有點妥協 我們五大訴求裏面 其實很多都做到的咯 就是你 最多你說 我跟你談 你說做這個 獨立調查委員會 那 是怎樣查法 又或者你說 我們要做這個 釋放 這個抗爭者 那 譬如你是 用不需要大家談一下 譬如你真是 真是有實證 證明你是 譬如真是有傷人的 或者你是真是有扔汽油彈的 那我怎樣處理 如果不是的 一般抗爭者 是為了香港人 大家 共同的初衷 是出來呢 是對這個不義的政府 對我們造成危險的政府 是加害我們 要我們送中的政府 來抗爭 那那些人應該全部都 是 給他一個 免責 是不是 那 這些全部都可以談的 譬如你說 怎樣去定性 用什麼語言 那你都可以談的 但不是說你完全借了龍耳親一隻耳 是不抽不彩 不回應 那這個呢 其實 沒有可能的 其實 如果一個是要 真是問責的 向人民問責的政府 那 你看呢 現在就是 我覺得 如果中共 真是可以將香港棄之如閉璽的呢 根本6月15號呢 就不會讓步了 雖然林鄭做得很不光彩啦 就是好像不情不怨這樣 就說要暫緩啦 連壽終正寢都說了 但是都不肯說撤回啦 就是不肯作最深切的反思 就是你根本提出這件事已經錯了嘛 因為香港根本有一個防火牆的嘛 香港和內地是隔絕了 我們不需要是有這個恐懼 是會被這個處理劉曉波呀 是不是 這個 這個王全璋律師呀 那些制度來處理我們的嘛 所以你提出已經錯了 那我們為什麼要他撤回呢 就是要他認這個錯嘛 回歸回根本嘛 那你想一下 譬如這些東西呢 說五大訴求呢 我覺得合成合理 那如果你說 喂 既然6月15號 中共是首肯 被林鄭去收回了 他其實已經露了底啦 就是說如果 他真的要出軍隊 出武警也好 出解放軍也好 其實6月15號已經可以出的了 他不需要讓步 那加上呢 現在我們看到 譬如美國總統啦 特朗普啦 和這個發言 都很清楚 尤其是在昨天我們 這個和平的遊行 之後特朗普總統 那一個微博 我看到那段 一分鐘左右的發言呢 就講得最清楚了 似乎特朗普總統呢 就講一個訊息啦 就說 除非 習近平 是以一個人道的方式 處理香港的問題 否則呢 他是很難和中國 是達成一個 中美的貿易協議的喔 他給的理由呢 我覺得是摘地有聲的 因為他說 喂 就算我啊 自己可以簽這個協議 但是我不會這樣做的喔 我尊重國會的嘛 那國會 給不給我這樣簽呢 做不只喔 我是尊重美國人民的 如果特朗普這樣說 其實 你想一下 一個 是要靠 民選 產生的總統 他要拿人民的授權 拿選票 是不是 他2020就選了喔 是不是 那如果 他講了 如果你 習近平 是用 暴力 來處理香港的問題 那美國人民都不肯過他嘛 那如果美國人民 是覺得 香港的人民呢 是跟他們 是連維一線 大家都是緊張這個自由 人權 法治 民主的價值的 那香港人 是受到 暴力迫害 美國人民產生反感 那其實特朗普的意思就是說 喂 如果我的國民 是不喜歡你 用暴力對待香港的市民 那我怎麼跟你簽啊 我要人民授權的嘛 這個是他 我聽了這麼多次發言以來呢 是說得最清晰的 那我都覺得 習近平是收到的 加上呢 佩洛西呢 就早幾天而已 那又是說了 他說 喂 我們爭取十月 就要將這個 人權 和自由 法案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是拿上去 那個 Congress的了 那你想一下 這一個 人權 自由 法案呢 我想中共是很害怕的 最主要害怕在哪裏呢 因為這個法案一旦通過 那 那國務卿 就要去做一個報告 就說 喂 究竟香港 現在有沒有能力 去守得住香港 那一制 就說 香港呢 變成了中共的邪線公仔 做中共的白手套 是吧 另外這個法案也有要求的 就是要求商務部 又是定時做一個報告 就看看香港 譬如這麼多那些 具戰略價值的 一些 譬如高端的電腦啊 運到來香港 香港守不守得住 那個 就是關口 就是不會把它拿去深圳 拿去北韓呢 那其實 這個法案一旦通過 有了這些報告之後 美國總統呢 就有個權力 就是可以呢 將香港那個 獨立關稅區 還有呢 根據1992年的 這個 香港政策法 所給我們的 一些特殊的待遇 是有別於 上海啊 北京啊 深圳廣州 這樣的待遇呢 可以撤銷你的喔 那 如果 其實這個法案還有一件事 我想他們 都很緊張 不單止中共的 官員擔心 連香港特區的官員都很擔心的 連保皇黨都很擔心的 就是這個法案裏面呢 如果一旦通過呢 是有一個權力 是給這個 美國政府呢 是可以將一些危害人權 是侄外民主發展的 一些人物呢 他在美國的資產呢 是凍結的 亦都可以限制他 和他的親人 家屬 甚至我想 親一點的朋友都可以 任他說的 其實 就是可以不讓他進入美國 是吧 那這些呢 我想對於一些子女 拿著美國護照啊 自己的資產 做了在紐約啊 的中共的官員呢 我想就很擔憂 香港一樣啊 也有很多人啊 是不是 那些子女在美國 自己有樓 有資產 做了在這個 紐約 那所以呢 我想整件事呢 由於有特朗普總統 有這個佩洛西 這個議長的發言呢 我相信呢 習近平呢 就收到的 就算你 在中國共產黨裡面 是有 一些派系的 鬥爭 但是個個派系都在美國的嘛 問題是 那所以呢 就 現在呢 變了 我覺得 就 中共呢 是 應該要 認真 嚴肅地 想一想 究竟 香港這個問題 你是用了什麼方式來妥協 就算他 就不會 不會真的 立即炒了林鄭月娥啦 但是呢 他都要做些事情回應 我覺得 在昨天有一個很令我感動的畫面 就是在維園的時候呢 有一位 勇武抗爭者 就是他 現在都成為一個 我想他們很引以自豪的 一個 整身的裝束 就是有眼罩啊 戴著一個 黑色的 這個頭盔啊 穿了黑色衣服 他昨天就不是去衝擊 而是舉起一個牌 這個牌呢 甚至寫得很清楚 他說 我們今天呢 就會和理非一次 這個是表達我們對香港和理非 一直不和我們割席 支持我們抗爭的一個回應 而事實上他們都說得出 做得到的 那麼 昨晚呢 在港鐵 最後一班車之前呢 其實就算在下角度 的抗爭者呢 都是和平散去的 還有他舉完這個牌 有一個啊 我看他的照片的樣子呢 都是我這個年紀的人 銀發族 年輕抗爭者擁抱 這個是非常感人的場面 我也都很深信 這個畫面 將會是 再入視察 因為這個 這張照片呢 是極之有代表性的 就是說 共產黨 做開那套 叫做 群眾戰爭 拉一派 打一派 群眾互鬥 然後他坐享 愚人之利 這個算盤 似乎打不響 那麼這個算盤打不響 香港人是比較團結 加上 這個以美國為首的 啊 啊 列強的勢力啊 現在呢 就虎視眈眈 就 啊 當中國呢 是一個威脅啊 嘛 因為他們 已經 切身感受到 啊 那同 啊 比較遠期一些 比如說十年前那樣 就是我當時訪美 和近兩年去訪美 或者訪歐盟 的感受很不同 最主要呢 就是因為 嗯 我想在 習近平主席的 揮下呢 因為他 那種 嗯 比較囂張 和 一個自大的 表達呢 是 比較 狂妄了一些 那變成了呢 你 很多時候呢 那些外國的地方 不要說政府 是人民 是 感受到 一個 威脅 啊 就是你在近期 在很多 就是 歐美啊 澳紐 的校園裡面 香港的學生 在那裏支持 香港的 一個 反送中 的運動 竟然呢 這個大陸的學生 是可以 是毫無顧忌 有此無恐地 是去大事破壞 那這個呢 我想在外國的 國民心目中 他眼看了 這些 行為呢 就真的覺得 哇 這麼野蠻的 那他感到威脅 因為這件事 在他們國土上 還在發生的 那所以 整件事呢 是 令到我覺得 中共呢 真的要想清楚 還有最近當然呢 香港都 在討論著一件事的 當然不知道 有關還是沒有關 就有兩隻美軍的 戰艦呢 是 準備訪港的 有一隻呢 就已經是 在 香港的 水域以外 有一隻 就想要九月 來訪問香港 那 那有些人就說 是美國準備撤橋 那 那我覺得是沒這麼快的 這個就不用這麼快了 那但是呢 總之 現在呢 那個美國的表態呢 就是 我有八萬五千個國民在 在 我有這麼多美國的投資 在香港 我就算 正是 照顧我 國民的安全 照顧我的 投資的利益 我都真是 要保住香港 起碼 不變先 如果香港 是不能再有條件 是 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是可以保護到美國的國民 保護到美國的投資 那 其實美國就會撤橋 撤資了 那你想一下 香港呢 香港呢 現在仍然是 一個不可取代的 位置 因為 就是你想一下 每年呢 直接 由外國引入的資金 引入到大陸的呢 有七成左右呢 是經過香港的 而香港呢 也是作為一個 人民幣 離岸的 兌換中心呢 是最大的 那你無論是 引資或者撤資 都需要通過香港 那如果香港一旦是 沒有了這個 國際之間的信任 是不能夠繼續 做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那你 中共 怎麼搞呢 怎麼去引資 怎麼去撤資 那所以就 我仍然覺得 這個是一個時候 大家呢 真是 坐下 談一談 我覺得那五大訴求 是完全合情合理 也都是可以做 那如果你說 大家談的時候 你就儘管提出 政府方面 你說我們 有些什麼 的配套 有什麼的操作 細則 大家談一下 譬如你說 放人 那是不是完全放了呢 要他簽保守行為呢 是不是 等等等等 這些呢 是全部都有得談的 那 所以 我想 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 中共要明白 由六月九號 到今天 你已經 是錯過了很多 處理香港問題 的黃金時機 的了 這些契機 是一一流失了 但是在八一八的遊行 之後 這個 和理非 和勇武派 的一個 團結的 和平的 表達之後 是另一個契機 這次的契機 如果你再錯過 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有 所以我希望 在 即八三一之前 因為現在民陣 是在叫下一個 大遊行 就是八三一 八三一當然是 有一個歷史異議 因為 2014年的8月31號 人大常委 是一棍打死了 香港的真普選的 那八三一 距離現在 就有十二日 這十二日 我覺得是一個黃金檔期 如果 這個契機 中共 和特區政府 再次錯失 我覺得 後果 是要由你 地付的 因為 如果和理非 這麼多人 雖然經過了兩個月 這麼長的時間 也發生了這麼多事 仍然可以團結在 這些 勇武派 周圍 大家目標一致 是希望 是 不忘初衷 為香港 繼續保有 這個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如果 這麼多 和理非的表達 你仍然是 不民不民 不秋不彩 你其實就是 鼓動著 是煽動著 暴力的升級 所以如果 這件事 一旦發生 千古罪人 一定是 今天 擁有政治權力的人 這件事 一定要 審診 考慮 所有香港人都希望 我們是可以 盡快 找到一個真相 然後在一個真相 的基礎上面 是尋求修和的 我希望這件事 會發生 其實 歷史永遠都是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 互相 來牽引 是互相 是 帶動的 為我來講 國際外交 永遠都是 以本國利益 是作一個 為本 來行事的 特朗普對我 我 這樣認識他 來講 他是一個生意人 來的 但是 問題就是 在 這個 反送中的過程 我們 有幾個 分水嶺 譬如說 6月 的 12號 在 立法會外面 的開槍 7月21號 元朗 黑夜 有一些社團人士 黑社會的人 是去 即 即 沒有 沒有特別 分別開什麼人 亂打 然後 後來 我北角 又是黑社會的社團 就是在那裡 嘔打 那些香港人 然後 811 811 在 那個 國區 出現 一些很大的 暴力 有一位 女士 被射爆了 眼 這些事情 其實 我想 特朗普 他都是有些團隊 在那裡 看著香港的情況 那這些 也是引起了 美國人民的 一些憤怒 因為其實 由2014 的 雨傘 的佔領 開始 其實香港 已經是和 很多 世界各地的人民 是有了一個 你可以說 大家 有一個 即 觸動了 那這個其實 比觸動的一個政府 是更加有意思的 因為 美國是一個民主 選舉的政府 那個政權 是要 由 人民 透過選票授權的 如果我們 香港人 已經感動了 美國人民 令到美國人民 是同情 我們的遭遇 那 我想 特朗普都會受 他人民的影響 那 我相信 特朗普 由 最初比較曖昧 甚至 是曾經 採納過 這個 中共 對於 反送中 的 一個 定性 就說是 暴動 走到今天 其實 是說得這麼清楚 如果你是用暴力 來處理香港問題 美國人民 不會容許我 去簽 一個中美貿易協議的 一直是一個過程來的 而這個過程呢 也是中共自焦的一個結果 因為 如果你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除非你真的閉關鎖國 令到香港 不再需要扮演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是去引之 走之的角色 如果不是 你就一定要尋求妥協 是沒有另一條路的 我們可以在一起 為了 我們還是會有 臨時 在靠近 那裡 我們還是會